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是为了这世君啊 昨天我没保释成 薰补王让我等消息 我就把错过了 爸 朱世君这么对你 你还替他说话 用得着要对他这么好吗 世君这孩子是坏 可是我了解他 他懦弱 胆小 说他吃喝嫖赌 那不假 可说他要杀人 我还是不相信 他这种人什么做不出来啊 上次偷钱跟您撕破脸皮的是他 这次疯了似的跑回来要钱跑路的也是他 你还怎么保他啊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呢 我一想到你朱伯伯 爸 我 当年 你和朱伯伯的确是患难与共 靠三千块大洋起的家 里面呢有朱伯伯的一千块钱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一千块钱早都不知道犯了多少犯了 更何况 朱伯伯去世得早 这么多年公司都靠您一个人打理 您还把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资产 算在朱伯伯的名下 加上朱士军花天酒地的您都一再容忍 不管从人情上还是从钱上 咱们都已经人知已尽了 您不欠他们的 妈妈 话不能这么说 当初要是没有你朱伯伯的一千块钱 那就没有我们公司的经历 我们做人呢 都不能忘本 要记着别人的好处 好好好我不说了 不过你得答应我 现在马上上楼去睡觉 他不许在这儿忙熬夜了 不 那 电话 好吧 我帮你等还不行吗 快去吧 走 好 周探员 去给我把九号门打开 不行 上面专门反复过 说这人不让死 谁说的 总探长说的吗 我也不知道 是昨晚轮班的时候小黄告诉我的 他再生地进驻我 要不你先到总探长那里 申请一张许肯明 我就给你开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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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干嘛 不敢抬得去 宋剑的一张 来 来 来 把房子都交 来 来一张啊 去哪儿去 两天啊 先生你去哪里 请问先生你去哪里 快点快点快点 少爷急什么呀 到哪儿也不要两天呀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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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谁呀 谁呀 你这个人怎么 站住 我知道两天 什么 两天我知道 知道 你跑什么呀 什么两天 你陪我猜 他没 他没给你 你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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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找 刚才那样 对 刚才有个人跑过去了 看见没有 对对对 有一个人跑过去了 你让我想想 他跑哪儿去了呀 你别急 你别急 我想一想 去哪儿啊 我 马上就想起来了 等一会等一会 你想起来没有啊 你别急 我在想 干嘛这 我看 先生先生 等一会 等一会 好 李先生 毕先生 咱们 找我 我 请坐 好 您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吗 李先生 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毕竟我们是一家人 还不是为了 我那不孝的义子朱世君 他 我听说朱世君杀了一个歌女 被巡捕房关起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是怕他在巡捕房吃苦头 替他办了保释 这钱也交了 可是等啊等啊 等到现在还没放人 我这心里着急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就跑来找你 找我 是 听说 你跟杜邦总探长 颇有些交情 能不能跟他通融一下 先把人放了 你放心 我能帮你办的 我一定办 但是这件事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 我才知道 这孩子 平时花天酒地的 放冷堕落 还听不得我半句一句的劝告 说实话 他在外边 跟一些什么人交往 做些什么事 我都不清楚 可是要说他杀人 我看不可能 他杀没杀人 暂且不提 因为已经有人跟我说过这事 我现在怀疑 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 丁先生 那天晚上在您家吃饭 偷偷打开保险箱的那个人 就是朱世军吧 那天晚上在您家吃饭 那天晚上在您家吃饭 你都知道了 他到底拿了什么 你既然知道了 我就事不相瞒 丁先生 损失大了 那还用问呢 飞贼都已经进来了 还能空着手走啊 他偷几根金条 那也无所谓 可是他偷走了 一份我一直瞒着他的一份文件 文件 什么文件 是他父亲的遗嘱 遗嘱上写明 由朱世军继承 他在永春汤的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他还偷走了股权证明 在这之前 难道他一点都不知道 要是知道了 他整天花天酒地到处借债 早就让他败光了 所以他父亲临死的时候 嘱咐我 千万别让他知道 我就一直没告诉他 你可到了还是让他知道的 为这事啊 还跟我大吵大闹了一场 这么说 他是突然知道自己有这么多股份 他会不会得意忘形 把这件事说出去 林先生 您看会不会有可能什么人 就是冲着他的股份在打主意 以至于栽赃陷害他 栽赃陷害 对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要不真是他们 他们 他们是谁 谭世杰啊 他看见西药生意好做 要强行入股我们永春汤 我没答应 这过不了多久 说我们存放在谭世杰码头上的那批货里边 有毒品 还把朱世军给抓了 您能说得再细点吗 这当时我也不在场啊 你说我这个正正拍拍 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人 走私毒品 这怎么可能呢 我真是有口难辩 那那次朱世军是怎么放的 那是我上门求的杜邦 他倒还好通融 可是话里话外啊 都是软刀子 我是林老板 贵公司前程远大 但是数大容易招疯啊 你不如找一个有势力的朋友 在背后撑一下 这样妖魔鬼怪 就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了 你比如说今天早上 我们巡捕房哪知道 有哪条船要进港 有什么货要上安 还不是接到匿名举报才去查的 所以根据我的判断 林老板 最近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 会不会有可能 有人故意栽赃陷害啊 哦 有这等次 宗探长 感谢你的提醒 我得好好考虑考虑 那就好 使食物者为俊敬 需要我杜某牵线搭桥的 尽管吩咐 那是这样的 现在想起来 这杜邦就是在威胁我 逼我向谭世杰低头 他们要是真是为了那百分之三十的股权陷害市军 那市军不就死定了 谭世杰和杜邦 您先别急 如果他们真是为了永春堂的股份的话 我想 朱世军 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朱世军 我刚才还看见他了 什么 真的 刚才他在街上 有寻补在追他 又有人和寻补打起来了 可热闹呢 那人呢 他 他跑了 这怎么回事啊 寻补追他他还跑了 该不是从寻补房里逃出来了 你先别急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不到他 他能逃到哪儿去 他身无分文 一定会回家问我要钱 那好 您现在马上回去等他 如果他回来了 立刻通知我 不能让他在旁 千万要留住他 好 准备 东东快 嗯 进来 总裁长 不好了 什么事儿那么大惊小怪呢 咱们的人把朱世军给跟丢了 你判了这么多弟兄跟一个人 丢了 本来那是好好的 可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进来 谁 周明 周明 没想到朱世军在大街上碰见周明了 他以为呢周明是我们的人 一见面撒腿就跑 周明呢还非要追上去问个明白 我们的人就只好先拦住周明 一不留神 让朱世军给溜了 可恶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车上码头都派人把守了吗 只要苍蝇能飞得过的地方 肯定都有咱们的人 那就好 他想跑都跑不了 他身上没一分钱 肯定得回家 你派人仔细地把林家给我看住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包括下水道都给我派一个人 明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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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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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老婆,陪我在去玩玩吗 对他们说了吗 好 先生 想爽一爽吗 抱着来挑个红 我的姑娘都漂亮得很 环匪艳寿的 你要什么模样的都有 我说你很舒服 很满意 来吧 先生 到处选一个派 别烦我 哎 先生 别那么大火气嘛 我看你真是该谢谢火了 烦不烦你 滚开 滚开 你推我 连我你也敢推 你也不打净打净 大爷我谁 你谁啊你 你敢打我 算了 想不给钱 你敢推 你敢推 来 谢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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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晚了你别等了 早点休息吧 这种时候我怎么睡得着 可是你心脏不好 总不能老这么熬下去啊 再说 万一祝世君不回来呢 不回不回他呢 他一定会回来的 就是跑路 他也得回来要钱 喂 世君吗 喂 世君 干爹啊 干爹啊 是我 喂 世君 你在哪啊 干爹 干爹你快来救我 我不敢回来 门口有他们的人呢 什么 门口有人盯伤 哎 你等一下啊 这怎么办 说门口有人盯伤 他进本来我也出不去 我去把他们引开吧 你能信吗 我从必凡那儿也学了几招 你放心吧 好 喂 世君 你等着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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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林小姐 你来了 找我家小姐 是啊 请进 不用了 替你家小姐出来吧 就说我要约她去看电影 好的 曼华 曼华 你怎么来了 珍珍 有一个新篇子 我想约你一起去看 真的 太好了 我一个人闷在家里 真发慌呢 那我们现在就走 对 珍珍 爸 杜叔叔好 林小姐 我想约珍珍去看一个电影 可以吗 当然可以 那谢谢爸爸 我们现在就走了 走吧 董探长 董探长 你怎么在这儿 对 我是跟着林小姐过来的 你们两个话到这来 不对 你马上给我回林家 盯紧点 是 老爷您吃点吧 爸 怎么样 朱世青回来了吗 没有 那我这夜不是白折腾了吗 我又是陪珍珍去看电影 然后又陪她回家聊天 一直要到现在 那你一定很累了吧 睡觉去吧 那你呢 你是不是又熬了一夜啊 你不要管我 我要安静一会儿 那朱世青连电话都没打来过吗 老爷 外面也有两个巡谱造理 巡谱 找我 叫她进来 请她进来 爸 你怎么了 没 没什么 只是想到那个世青心里有点乱 林先生 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对不起 两位 今天我父亲身体不太舒服 不知道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今天早上我们接到报告 说发现一具尸体 据初步判断 死者应该是林老先生的义子 永春堂经理朱世青 所以我们特地请林老先生去认一认 以协助我们确认死者身份 他是怎么死的 应该是他杀 林先生 您现在就跟我们走一趟 您可方便 方便 方便 有了二位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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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 我们是到哪儿去啊 尸体还没有移动过 就在举报者发现的现场呼吸江边 请请请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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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了 过来吧 李先生 李先生 没事吧 李先生 看看 是不是你的义子朱世君 你见过世君啊 还看不出来 你看看就知道了 这里 还檜 还黄 准备好了吗 周平啊 踩单上 是辛啊 是辛 是辛 你怎么会这样是辛啊 你怎么会忍 你的命可真苦啊 是辛 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啊 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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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君啊 世君 你能肯定他就是朱世君吗 我怎么会不认识他呢 从小是我把他带大的 我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这孩子 这孩子的命可真苦啊 太总 陈先生 陈先生 昨天晚上你再来 来 陈先生 我敬你一杯 好 昨天晚上我没上哪儿啊 主邦 朱世君他应该关在寻谱房里 他怎么会死在这儿呢 这都怪我们寻谱房看守不严 提审他的时候 让这小子给跑了 不过我想他确实是杀人犯 要不他跑什么呀 他为什么一跑出来就死了 世君这孩子 在外面欠了不少债 准是那些流氓 逼债不撑就下了毒手 世君的命可真苦 这本来寻谱房是最安全的地方 干嘛要跑出来呢 林先生 你放心 无论如何 我们会把这个案子查得水落石出的 况且 有毕凡在这儿 我想有了毕凡先生亲自出马 这个案子一定会很快就能被破掉 对吧毕凡 但愿为此 林先生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林先生 人既然已经死了 还是节哀顺变 我先送您回去 来 来人 到附近给我查查还有什么线索 是 什么 周世君死了 杜邦啊杜邦啊 不是我说你 你怎么就不好好地盯着点呢 眼看煮熟的鸭子飞了来了个节外生枝 这以前做的全都白搭了 你说这合算吗 你倒是说句话呀 现在怎么办 那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全都废了 我们拿什么制住林玉宗 来 这件事情里面肯定还有蹊跷 好 竹使君 是死是活这还俩说着 什么意思 那张脸 被砸得稀烂 我一看我就怀疑有人捣鬼 可能是林玉宗跟咱们耍的把戏 也许就是这父子俩 事先商量好的对策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 毕凡和林玉宗叫过来认识 我就想看看他们的反应 他们有什么反应 毕凡看上去好像并不知情 可是这个林玉宗 他是个老狐狸 一个劲地在那哭 还是干打雷不下雨 你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朱世军真是没死 咱们现在就可以把人杀出去 就是把整个上海滩翻他个底儿掉 也要把朱世军这个小兔崽子 给我揪出来 可朱世军如果真的死了呢 就在林玉宗身上做文章 反正不能半途而废 可林玉宗那个老头子 是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以前就不买我的账 要想从他的身上找出破绽 不容易啊 唐爷 看我的吧 小王 怎么搞的 小心点你 对不起 老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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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这毛毛躁躁的 老爷 我没注意啊 爸爸 真的是朱世军吗 巡捕房已经把朱世军送回去了 现在就等法医的检查结果 如果一有结果 他们马上会通知你 这些天 你们也好好准备准备吧 这个朱世军 活着的时候是个祸害 死了也不让人省心 哎 孟华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这人都死了 别这么说了 啊 别烦了 这事麻烦你了 我看 就不用再查下去了 李先生 为什么不查了吧 说不定朱世军就是被那些坏蛋杀人灭口的呢 一定要找到凶手 这样再顺藤摸瓜 说不定 不要再查了 这人都已经死了 一了百了 什么都过去了 好了好了 我已经累了 你替我送送必翻 啊 姐夫 什么 前几天的事 对不起啊 我都给忘了 你还记着她干什么 赶紧回去 照顾照顾你爸 可是朱世军的案子真的不查了吗 现在不是查不查的问题 我怕这件事会越闹越大的 你回去吧 谢谢 你现在大白菜啊 这一块 这一块 好嘞 好嘞 多少钱 你卖的怎么样 还行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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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没生意 你看看 我这再上去 这一块 大白菜 回我这 好啊 听听你 昨天晚上有人在这边拿来 吃苦的闹 你吃 来来来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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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谁也 来来来 吃饭 来来来 谁要大白菜 昨天晚上有两个人在这边 来来来 卖菜了 卖菜了 要不要 这个清晰的大白菜 长官问话呢 你过来 大白菜 老婆 昨天晚上有两个人在这打架 你看见了我 没看见 没看见 可有人告诉我 说昨天这两个人 就是在这儿搭起来 你还出来看过热闹 忘了 知情不报什么罪名 你知道吗 你们都知道了 还问我干什么 还敢顶 不想说是不是 走 上新房说去 别别别 别 我说我说 掌柜 你们想问什么 这两人到底什么人 一个呢 是我们这一带的地痞无赖 专给那些个咬紧 拉皮条的 叫什么 叫阿涛 那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我不认识 是个外人 看那个一桌打扮呢 是个少爷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慌慌张张 像丢了活似的 刚一动手 就让他打爬上 嘿 怪事啊 那个少爷给他们打的 是满脸是鞋啊 爬在地上 后来还 爬起来还追那个阿涛 后边的事呢 我没看见 就听说那个少爷死了 我猜啊 这个是少爷 八成是让那个阿涛给他死的 你猜 那你跟这个阿涛熟吗 瞧你说的 这种人我们躲都躲不开 我跟他那有什么关系呢 那这个阿涛平时跟些什么人来吧 有什么亲戚朋友没有 我就知道他有个相好 叫小凤 就是前辈 一打问就是 行 你再问问他 问仔细点 不知道 真的 好了 我告诉你 小凤和阿涛到底怎么回事 别骗我 啊 您找谁呀 你叫小凤 我是小凤 哎 请进请进 快进来呀 哎呀 哎呀 先生不好意思 哎您请坐呀 请坐呀 先生您这是 放灰绝点 我是巡捕房的 啊 巡捕房的 您有事啊 阿涛是不是你相好 阿涛 什么阿涛小涛的 我不认识 不认识 好 那跟我说吧 你跟我走一趟呢 到我巡捕房你就认识了 哎呀 先生 有话好好说吗 这是干嘛呀 你少耍花呀 赶紧说 那个阿涛现在藏哪儿了 他这个死鬼呀 昨日一晚上就没回来 我落得个清静 才不管他去哪儿呢 那他平时有没有什么朋友 有没有什么靠山的 他有靠山 就不靠我了 那这个阿涛最近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异常 什么叫异常 听不懂 就比如说最近 有没有什么特殊 有什么反常的行为 比如说 一下子有钱了 一下子发了 他有钱 他发了 下辈子吧 哎 先生 哎 您您这就走啊 哎 先生 您这就走啊 以后来这儿 别老问这个 没事常来玩啊 你找谁啊 你说我找谁啊 啊 啊 找个姑娘啊 哎 请进快请进 我来呢 是有点事想问你 如果你要能答清楚喽 这些就都归你了 啊 先生 那您是 您就别管我是谁 那好 您问吧 昨天夜里阿涛回来过吗 哎呦 怎么又是来问阿涛的 刚才来了个寻补房 他前脚走 您后脚就跟过来了 哎 阿涛别是犯什么事了吧 我要知道我还问你啊 哎呦 哎呦 阿涛大概真出什么事了 不过他昨天一个晚上都没回来过 我问你 他的左手臂上是不是有一个刀吧 对啊 哎 先生 您怎么知道的 这个你就别管了 如果有人问去过我了 就说我没来过 哎 明白明白 哎 先生 您慢走啊 哎 我就不信 我查不出来 其实这朱世军死了 倒也好了 于飞飞的案子也就了了 从此以后天下太平 你再也别往下查了 你呢千万别自寻烦恼了 什么天下太平 出了两条人命了 你知不知道 我能撒手不管吗 哎 我们的周大探员 这只不过是你的猜测而已 你凭什么往下查呢 凭什么 就凭朱世军 肯定不是杀于飞飞的凶手 就凭朱世军 根本不可能从监狱逃脱 他出来之后还有人追他 那些人为什么又拦着我 不让我追他 你知道他们是谁的人吗 那 那你的猜测呢 他们是杜邦的人 我一直怀疑其实就是杜邦 杀了于飞飞 然后 他又想嫁祸给朱世军 结果朱世军死活不可认罪 于是他就把他从监狱里放出来 又找个叫阿涛的皮条客把他杀了 虚什么虚啊 我说的不对啊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可是 你得听我个劝呐 你 你可再也不要跟我搅和在这个事情里边了 你一个人势单力薄 就算查出来又怎么样呢 别到时候老德哥跟朱世军一样的下场 阿婆 谁说我是孤军奋战一个人在查 我不是还有你吗 别别别别 你可千万别把我给算进去 我可不敢跟你们那杜探长对着干 你不想想 这毕凡毕的侦探都不敢往下查 咱们俩何必硬出头呢 别跟我提那个人 他根本就是和杜邦是一伙的 你不妨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 昨天晚上 他确实回来过 什么 朱世军 千真万确 肯定是那小子 朱世军的尸体 在你们家发现了 你怎么解释 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 让我见见我父亲 好吧 我试试 爸 您怎么糊涂了 世军的死又不是你的错 我怎么回事 是我的想法 您不回事 我怎么回事 我来不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来不回事 你不回事 我来不回事 你怎么回事 跳过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